台北市長柯文哲說要蓋驚嚇 大喬卻被陸委會痛罵是無知又荒謬 綠軍還說是吳三桂引親兵入關 柯文哲爆氣炮轟 陸委會難道是在抗2015年 也提出相同政見的蔡英文嗎 我就說小三通不是蔡英文當陸委會主委 引以為傲的政績嗎 2016年小英要選總統的時候 去金門的政見不是有這一條嗎 所以他是罵小英無知還是罵無知 柯文哲這話說的有夠酸 但陸委會這回開砲打的可詮釋自己人 小英講的不算 陳建仁去又捕了一槍 他說他也這個要研議 研議要建立 你們總統副總統都說要研議 研議要蓋金門大小 那什麼金夏大小 那什麼現在 像無知跟荒謬 你的意思是說2012年小英 去金門的政見無知而且荒謬 是這樣嗎 請陸委會出來說明 我看你明天會 他們那些工作會丟掉 在黨痛批當初所有人都同意的 從小英口中說出來的 沒問題捆著一講就叫無知 為何一夕間陸委會態度大轉變 他現在他自己的政見 那下面人搞不清楚嗎 不管是陸委會也好 不管是那些側翼的 市議員也好 是太過於無知了 他就是吳三桂 麻煩陸委會以後繼續秉持這種精神 繼續努力 讓我們看看真實的蔡英文 真實的陳建仁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現在你們都裝作不認就是了 我跟你講無恥之恥 到底驚嚇大橋對金門人來說 有什麼實質意義 靠這個小三通 畢竟還是比較麻煩 驚嚇大橋的話 那麼巴士 汽車都可以往來 那麼都很方便 對於當地的這個 觀光產業 旅遊產業 餐飲業 甚至旅館業 大概都有很好的這個注意 當意識形態凌駕於在地民意 硬是要把重大建設抹紅 攻擊一己 自己曾許過相同的承諾 就怕綠營是真的忘記 還是害怕 想起來 記者黃明君 許過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